1 2 1 倒數3 2 1 炫爛煙火 點亮台北天空 2023倒數計時 民眾想好跨年要做什麼了嗎 跨年去101 那會不會以後考慮出來 跨年跨年 比較遠啊 火車不好賣 我會帶我女朋友去 去看什麼 去看那個跨年太平洋演唱會 學生們對於跨年各有規劃 有的還是喜歡跑台北101 感受煙火氣氛 或者跟心愛的人待在一起 哪裡都不成問題 根據天文館計算 明年元旦全台最早曙光 是在6點3分花蓮柏南山 離島最早曙光 是在6點4分蘭嶼大森山 民眾不想往山上跑 也可以在鵝鑾鼻燈塔 6點9分迎接第一道曙光 2024台東跨年及元旦的住房率 在市區的部分已接近滿房 那在日本地區跟中國地區 更大9成 所以其實以台東整體來看 在跨年期間跟元旦期間的住房率 已經超過9成的預定 今年跨年台東訂房率還不錯 花蓮也有來到七八成 主要是因為北花蓮有演唱會 戰機起飛和銀樹光活動 民眾下手要快 跨年有三天連假 也有不少民眾決定要在國外跨年 無論哪種方式許多人都已經摩拳插掌 準備迎接新的一年 三立新聞旅燕王浩元 區道雲台東花蓮採訪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